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过关的方式 那我们选个梅林 快要绝种的梅林 我们就直接用雨蛇神 配张深夜晚餐 再带个学妹 然后面放三只炮灰 上来吸泡火的 不知道用不用得到啦 反正大概就这样的方式 衣服呢 阿特拉斯院 那或者是其他换人什么 应该也可以 就看你们自己的喜好啦 我自己是先挑阿特拉斯院 那 那你们只有习惯了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难打 雨蛇神技能也没练一一 但是保五 把它拿满 而且这次活动里面 圣诞雨蛇神有 150%的伤害加成 所以加上梅林 打起来应该我觉得算是 轻松血液吧 应该啦 但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 像是第一场 这个教授跟慈慕死了之后 加的暴击率还算蛮高的 要小心 那某某的保卫下降 我记得没有很高 那你用红卡增伤 是可以把它 硬是把它压过去的 那我们先开个家房 然后加攻加NP 然后我们先串个A卡串 那除了这两个角色之外 比较麻烦的点还有像是船长上来会有全体的无敌贯通三回合 以及骤腕上来的时候全体回避一回合 都算比较麻烦 那再来还有像是第二波上来的那个梅菲斯特的强化无效 但都有方式解啦 都不至于到说无解的状况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先串一个 串完之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丢宝具了 那由于对方无敌贯通的情况 一种方法是叠防 那一种方法就是解 也可以强去解对方的无敌贯通 那如果你有天草当然就很简单 或者是一些其他角色也可以 那没有的话你拖个三回合之后也好处理 啊好我们被炸了 那基本上有盾的情况之下 没有什么问题很轻松 这边我们就圣诞沙法自己的红魔放开下去 然后再加上梅菱的这个英雄做成 好应该是炸的死了啦 虽然宝威这个减宝威的部分 我没有把它处理掉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他的OC是增加暴击伤害 梅菱的OC是给星 好啦串梅菱的OC好了 这样星星多一点 那这边我们再串一张自己的 嗯比卡吧 因为反正宝具应该可以打不少星啦 应该还可以打出一些需要的星星 然后再加上梅菱的宝具 帮忙回一点血 好然后我们再一个比卡 哎爆击漂亮 哎收掉了这个教授 那留了一只慈木在场上 那他好像没有充NP的技能吧 哎有吗我忘了 好反正可以等一下吧不急 因为就算他能充NP 那因为这关都是敌人三个在场上 他充了他也不能放招式 哦漂亮 我们的这个圣诞雨神神 哎发挥了关键的时刻 挡掉了这个用对魔力 挡掉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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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呃 强化无效 嗯 好那我们这边要不要急心来一下 那对方现在都有一次的回避了 嗯 嗯 先处理他吧 嗯 因为慈木血很少嘛 反正等一下要杀很快就可以杀掉 等一下再宰他就好了 哇麻烦避风的加护 干 哦他避风加护又是三次回避 讨厌讨厌讨厌 呃先来解一下这个好了 对不起其实我刚刚忘记我生化有那个 身上有那个强化无效了 我刚本来想说让学妹自挡 那不行 那这样的话就还是先把慈木击杀吧 嗯 因为怕打雨蛇神身上 也没有办法用嘲讽的方式处理 就这样吧 伤害也够了 好那敌方的暴击率又更加提升了 还是要小心一点 还好打在梅林身上 哎梅林这个克制 哦痛痛痛痛痛痛痛 好啦那其实我刚刚本来不想那么快打死慈木的原因是因为不想让船长太快上来了 那既然船长上来也没办法了 这三个回避还是要想办法把它处理掉 那学妹的盾现在也上不了梅林跟学妹自己身上 加NP倒是可以发挥啦 想一下哦 NP还是先加一下 然后 嗯 学妹剩一次梅林剩两次 不然用无敌挡掉一次 因为我是蛮想让学妹的盾先留着啦 那不然就先这样好了 先打掉两次 然后等一下雨蛇神丢宝具 可是前面两个就有点浪费了 好没关系没关系 先把那个强化解除 呃强化无效的先消一消吧 不然那个一直在场上也很烦 反正雨蛇神保守打住 呃后面两个其实也还好 OK 好拆掉两层了 哦哦痛痛痛 好 那这样的话 因为反正对方有 说实话有无敌贯通 梅林的无敌留着也没什么用 反正他搞不好很快就下去了 解掉然后开盾 那这边就我看一下哦 嗯 还剩一次 那前面两个也剩一次 好吧算了算了 有点浪费有点可惜 那就自串EX好了 先用第一发B卡解 然后蓝卡可以再回NP 打在昼腕的身上 对这样吧 嗯 嗯 我现在还剩一个加速 好加速先不要用了 应该是打得死啦 好啦 还是照原本的计划进行 那学妹的盾就留到下一盒 反正现在血量 头尾都还有9000 应该 再加上有盾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 运气好有机会直接打死 那没打死也没关系 就串EX吧 好运气不错打死 那这边就顺便再多打一下 OK 哇 暴击上万回家咯 好 不要紧 好 女王沙法会加全体的气格 那刚好他这边也上来了 然后我们有一堆猩猩 所以也不用担心 呃 无敌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梅菲斯特干死就好了 那圣乔治等一下 就让他来这个嘲讽一下 战斗续型也开一下 如果被打死就可以直接弹 那这边我们就学妹宝具 诶 可以加30%攻 然后再串两张雨蛇神的卡 因为有暴击嘛 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刚好A卡做尾巴暴击 可以再回一点NP 然后搞不好等下又可以丢宝具了 舒服 OK够了够了 很好 好都没有魅惑到 好那船长NP满了 来我们开一下生发爱好者 他有一次回避 所以要先清他的回避 嗯 船长的宝具这回合 应该是一定会丢出来啦 那就算了就给他丢吧 反正我们他们无敌贯通已经结束了 嗯 所以没关系我们无敌就可以挡得住 然后顺便开一个集星 然后加一下这个红放 学妹要不要自保 好啦自保吧 不自保他等一下也是会死掉 应该是挡不住船长的宝具吧 其实很难说诶 这么多盾 算了不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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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哈哈哈哈 如果今天不是拍片的话 我一定会堵说 来我们看看雨蛇神 能不能挡住这一发船长宝具 其实我觉得可以诶 LULA减半再减半 再加学妹差不多四分之一 假设一万多 对啊我们现在血量破万 应该是挡得住啦 不过我们就不是了 我们就不是了 先拆他的buff 杀死他 蹦 好还剩一咪咪 不过不要紧 反正梅斧只能迷南人 然后刚刚还被我们的圣乔治给挡得下来 哎 蹦 可以耶可以耶 如果 如果看账面数字的话 雨蛇神是挡得下来的 嗯 好啦那就这样子头尾串 那不行就等下再打一次 OK好一次收两个结束 十回合 也不会太久啦 嗯对如果你们玩腻了阿萨啦 玩腻了伯爵啦 这种粗暴的打法 偶尔一下换一下像这样子 用活动脚打过去 是不是也蛮有感觉的 好啦那大概本次影片就到这边 那大家继续努力刷香吧 圣诞与蛇神真的其实不错啦 如果队伍没有很好用的一些高难取向的角色 我觉得可以试 而且你看他刚刚也成功挡下了一些负面状态 好那本次影片就到这边 呃喜欢的话按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